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人让你有理 来 三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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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 汪母 父亲大人 金扎在天庭一向尽动之手 从不敢有为天规 但是今天 金扎为了寻回七公主的灵石 私下翻肩 为了夺回灵石 又误伤了三公主 现在 三公主伤重 无法会天 为了保住三公主的性命 金扎之后用自己的羡慕 替换三公主受伤的羡慕 虽然是违反天条 但也实在是情非得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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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真是知道的 你可倒好 你先是打伤了三公主的仙谷 你这又私自替自己的仙谷 你这可是违反天规 不是我说你 你这天规能违反吗 造不行 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是为了追回七公主的灵石 实在是无意当中伤了三公主 灵石 你说那是七公主的灵石 对 你看看 这件事要让天上知道了 那可不好办 这些灵石 你能不能别在那转来转去的呀 你已经把我转得头晕眼花了 因为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晕啊 三姐现在不是已经把灵石给七妹送去了吗 那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一想金扎下凡去追三姐 金扎是出了名的死心眼 三姐呢 又是出了名的火爆脾气 他们两个要是真撞到一起呀 那还了得 你看 你以为我不担心吗 可是我们担心有什么用呢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我现在想啊 只能是三姐不要出什么事才好 只能是三姐不要出什么事才好 要不然的话 我们大家一起倒霉 三妹怎么了 三姐 三姐没怎么 别吞吞吐吐了 我都听见了 六妹 你说 六妹 不许看她 是我在问你 回话 三姐说 天下要乱 人间遭难 七妹会有危险 所以必须要拿到七妹的灵石 七妹才能保住性命 所以 所以三妹就拖了灵石下界了 二姐 二姐 拿出来了 你拿着这个灵石 然后打算怎么办啊 带着她去向王母谢罪 如果王母怪罪 我也只有一死 一谢天上 你要带着这个灵石去向王母谢罪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啊 你现在自替先骨 法力全尸 你怎么回家 你怎么回家 就算你能回去 你能想办法回去 那我们的三公主怎么办 那三公主现在可是身受重伤 法力全尸 昏迷不行 在人间等死吗 我 我 算了吧 帮人帮到底 谁让你遇到我了呢 我帮你 你帮我 你看 你看看你啊 你看看 你看看你这眼神 你什么眼神 是不是 我扫把星虽然代表了灾难和倒霉 那是我的职责所在 这并不代表我一点点的同情心都没有啊 我呀 都替你想好了 我 把这个灵石带回天庭去 交给王母 再向王母汇报你的难处和情况 至于你就 你留下来这个 照顾三公主好了 这 这不太好吧 那什么好 我这不太好 你可有更好的办法 你没有 是吧 我看你还是听我的吧 难道我还能害你不成 如此说来 那就辛苦你了 哎呀 谈什么辛苦啊 能帮助别人 那是最快乐的事情了 你怎么不走啊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想想 三公主的脾气想来是不好 她要是醒来突然发现临时不见了 你猜猜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这 我就说你没想到吗 我扫巴星才是心思缜密啊 你别说话 我扑 我帅 steroid 这个 drops 这样谁都认不出你来了 我 千万别让三公主知道你是金账 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啊 究竟说还是不说呢 说了三妹一定受罚 不说 三妹又实在让人担心 拜见母后 启兵母后 二公主 大仙好 承儿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没事了 娘娘 娘娘 不得了 不得了了 你来干什么 大仙啊 你在这就更好了 你们几位看看这是什么 这不是子儿的零食吗 这是我从三公主手里躲过来的 皇儿 这跟三公主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具体情况我也知道的不是太详细啊 好像是怕这个三公主从金的手里 把零食骗了以后就下凡了 那个 完了那金的就追追着追着 就跟那蚁一块就下凡了 承儿 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 承儿本来是要告诉母后的 为什么不说 那零食后来怎么又到你手里了 你想这个金的追上三公主以后 她得跟她要这零食啊 三公主能给她吗 不给一来二去 两人就争执起来 就动手打起来了 什么动手 金家太无礼了 是啊 我这紧着劝的 我说二位 你们可千万别动手啊 别伤了和气 没人听 没人听啊 没人听啊 我一个下仙说话 你看这谁听啊 没人听啊 那边金的哗就一枪 三公主 哗就一剑 那边金的哗一枪 哗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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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三公主给扎伤了 什么 三倍受伤了 伤势如何 伤得不轻 那血啊 咕嘟咕嘟的往外冒啊 那仙骨都打断一根了 哎呀 我一看金家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傻了 吓傻了 站着不动 我就赶紧说 你给人家治伤啊 这才想起来给三公主治病 把自己的仙骨挖出来 给人家补上了 又是包扎啊 又是我一看 我这我这赶紧赶紧这拿上灵石我就上了天了 给你们几位汇报情况来了 那三妹呢 还 还 和金渣在一起 大胆的金渣 娘娘 这金渣看守灵石失职 又伤害公主 还自断仙骨 犯下大骨 应该派人把她抓回来 迎三公主 回天庭呢 大仙所言有理 就照你说的办吧 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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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仙慢着 娘娘慢着 养不教啊 复之过 咱们应该把李天王叫来问问 你是怎么教育你们家孩子的 小儿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都怪小仙叫此无方 请娘娘治罪 请娘娘治罪啊 母后 是不是应该先把三妹和金渣带回来 免得节外生枝啊 何止是他们两个 何止是他们两个 望母娘娘 小仙燕亲自下凡 击打罪子 好 李天王 我再相信你一次 立刻下凡 把石神 金渣 还有所有下凡的公主们 统统给我抓上来 一个都不准放过 是 这里好像缺少了一册书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 你可记得是何典籍 所记何事啊 请老君恕罪 小仙马上去找 天王留步 参见王母娘娘 老君 又有何事啊 王母娘娘 那思南 这次看来 是仙女们又发生不测了 老君不必多言 那都是我皇儿做的好事情 我已经让李天王下凡 严肃天归 王母娘娘 老仙正是为此事而来的 现在凡间的几位仙女 若是不肯跟天王回来 必然反抗 万一叫起手来 有个闪失 岂不是雪上加霜啊 所以还请王母娘娘 三思啊 对啊 老君说的对啊 娘娘 那个 上次李天王去抓七公主 一个仙女就已经狼狈非常了 这次就更不能贸然行事了 你 王母娘娘 看来此事只能智取 不能应来呀 好 就依老君之言 你是什么人啊 我 我去这山里的猎户 叫 叫金奇 那我 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呢 我 我 我打猎的时候 看到你昏倒在地 我就把你 带回来了 我的伤 是你这个吗 那时候你伤得太重 如果不想办法 给你控制住血 恐怕你 我的灵 我 我是说 你当时看见我手里握着的东西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看电 我 我发现你的时候 我 你手里 没有东西 金珊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竟然趁我昏迷的时候 拿走了我的零食 哼 等我再看到你的时候 我绝不饶你 三姑 什么三姑 你在叫我吗 我叫黄儿 我母 我母亲就是这么叫我的 黄 黄儿 我没 好好好 我向你赔礼道歉 对不起啊 我这个人一向脾气不太好 刚才 没吓到你吧 没有没有没有 没吓到 没吓到 你 你 你也饿了吧 我去弄点吃的吧 王母就要派李天王下凡 就把那几位仙女船都给抓回来 我这一听啊 不对 这哪行啊 我就赶紧想办法 我就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我就跟他说呀 我说呀 说呀 说呀 一直说到娘娘收回成命 不让李天王下凡了 哼 蠢才 我 我又做错了吗 大王 不是您说的吗 让几位公主都留在凡间 我以前是这么说过 但是现在 我要你想办法把李天王弄下凡 为什么呀 以我现在的法力 已经不把赤教大仙放在眼里 但若赤教大仙与法力高强的李天王联手 此恐难以对付 所以我要你把李天王弄下凡 我就待机可以行动了 哦 我明白了 那我就再试试往回说说去 哎 喂 你别乱动啊 你伤没好呢 我没乱动啊 我要去找我姐姐和我妹妹 不行 你就是找你姐姐和妹妹 你得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 不然 不然什么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的心情 我就算死了 也要找到我姐姐和我妹妹 我不是故意要惹你生气的啊 我可不是一般的人 我的烧基本上已经好了 你就别担心啊 哎 我跟你说个秘密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你是什么人 我不是人 是仙女 哦 哎 你怎么知道我是仙女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有反应啊 你真的 你真的有什么反应啊 你真的有什么反应啊 那你希望我什么反应啊 至少 至少你应该吃惊吧 哦 天哪 你是仙女 我好好吃惊啊 哎 哎 你笑什么 不是你让我吃惊的吗 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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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让你别乱动吗 你的伤害没完就好呢 我等不及了 我的姐姐和妹妹们还在等我呢 你如此惦记你的姐妹们吗 我妻妹为了她的董郎 当然替补段仙做一个凡人 还有我大姐为了她的爱情 也留在了凡间 还有石神 石神 她是天庭中负责御厨的神仙 在这么多的神仙当中 我最敬佩的就是她 她 不守天规 如果让我碰到她 定会把她 你能把她怎么样 她不守天规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说 做神仙 要守规矩嘛 反正啊 神仙的事情 你是管不了的 好了 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 我要去找我的姐妹了 以后啊 若能再见到你 我一定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咱们就此别过吧 可你的伤 没事的 别忘了 我是仙女啊 老人家 请问你认识董勇吗 我认识 这位大婶 请问你认识董勇吗 认识 你快点 董勇还等着咱哥俩吃饭呢 你真是 等等 请问你们认识董勇 董勇 岂止认识啊 我们可是好哥们 经常一块吃喝玩乐 董勇 吃喝玩乐 你别听他胡说 只是喝喝酒而已 谁还没几个朋友呢 偶尔聚聚 这也正常嘛 我这傻兄弟 就喜欢开玩笑 是开玩笑 是这样啊 那能不能带我去见他 姑娘 董勇是你什么人啊 董勇他娘子 是我妹妹 有什么不对吗 对 哪能说的不对 走走 快快 走走 您是 这位是董勇的父亲 是啊是啊 董勇的父亲 他不是孤儿吗 再说了 我听说 他们家穷得很 怎么会住在 这么豪华的地方 这你就不知道了 这位徐元外 是董勇新任的干爹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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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的是真的 是啊 是啊 说吧 那个 董勇和他的娘子呢 我怎么没看见他们呀 姑娘 董勇和他娘子啊 出去了 过两天才能回来 你先在这儿安心住下 需要什么 尽管找我 都是一家人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大爷 你见过一个穿黄衣服的姑娘吗 她长得很漂亮是吧 她在到处找董勇呢 对 我看见她被这个徐府的人给带走了 带走了 为什么 谁知道呢 反正这两天徐府啊 一直在到处抓漂亮姑娘呢 那徐府怎么走啊 你往前面走 过两条街 再看见一个大的门就到了 谢谢啊 我问你 董勇和他的娘子到底去哪了 董勇 我们府里没有姓董的 怎么可能 这不是董勇的家吗 姑娘说笑话了 我们主人姓徐 哪来什么姓董的 姑娘留步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姑娘 何必那样心急呢 董勇和他娘子啊 确实出远门了 家里人多 奴才们一时搞不清楚 这也是再算难免的吧 好啊 那你把董勇娘子的大姐和四姐叫来见我 对 还有时辰 抓住她 是啊 是啊 别人跑了 无论如何抓住她 是啊 让我走 你们这些凡奸的坏人不许乱动 让我走 你干吗 带走 园外 有人闯进来了 你找谁啊 黄姨姑娘呢 把她还给我 什么黄姨姑娘 绿姨姑娘 我这里没有 还给我 我刚才听到她的声音了 把她还给我 天下女子的声音 还不都是一样的吗 她的声音我认识 把她还给我 碰到 把她给我拖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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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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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姨 mag 你还找不找黄姨姑娘 把她还给我 把她扔出去 走 走 进去 上去 走 那个黄姨姑娘被 被官府接走了 应该是送往京城的路上 这次怎么只有一个 还是绑着来的 别说一个 比十个都管用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见过 这么漂亮的女人 我要是能娶她做老婆 那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知道这车上的女人 是谁的吗 这个女人事关重大 小心开好 马车里是不是有一位黄姨姑娘 干什么呢 有 有又怎么样 把她还给我 还给你 你这她什么人 快把她还给我 你想要找死的 上 上 快 抢 你 是 快 追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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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站住 站住 皇儿 抓住了 放手 放手 不 要跳我们一起跳 要被抓 我们一起被抓 三姐 七妹 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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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你怎么了 娘子 你怎么了 我刚刚做梦梦到三姐了 三姐 三姐难道出事了 三姐 七 金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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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金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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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醒过来啊 金齐 在梦里 三姐神色憔悴 好像碰到了什么事情 我有种预感 三姐肯定下凡了 而且出了事 大姐 四姐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 怎么才能找到她 三姐出事了 可是我的灵石一点反应都没有 大姐 我们怎么办呢 去哪找啊 我的灵石也没有反应 我想不过是个梦罢了 可是 七公主不要齐 这事啊交给我去办好了 我去联络五州四县的土地 三姑煮若真是下门了 我一定能找到她 我一定能找到她 嗯 但你不想如同学 这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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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备 亮 看来你们两个是无处投奔 这样吧 我在郊外有一处小木屋 虽然小些 但是也很清静 我派两马车送你和这位相公过去吧 谢谢 出门在外 谁还没个难处啊 我顺便把郎中也给你请上 免得你人生地不熟的到处犯难 三公主真是太可怜了 是啊 这么多下凡的公主里头 只有三公主最惨 没事 我们要赶紧去趟齐仙阁 去通知几位仙女 好去帮帮他们 我这就去找五公主 站住 你们两个又搞什么名堂 没有啊 大仙有事要问 我来通知你们 天庭有新的规定 因仙女们不断地下凡 从即日起没有特殊的许可 南深仙 谁也不许再到齐仙阁 可五公主是我的偶像啊 我去看我的偶像还不行吗 行了 这条禁令主要说的就是你 这条禁令主要不断地下几位仙阁 这条禁令主要不断地下几位仙阁 那这条禁令主要不断地下几位仙阁 那就好办多了 你想想啊 治矫大仙 此穷得连鞋子都穿不上的一个大仙 他能干得了什么呀 大仙阁 还有一件事 你办的怎么样了 你办得怎么样了 什么事 怎么 难道你忘了吗 军司男 哎呀我没往没吧 是这样的啊 这个四男的太上老君看得太严 没办法 所以我想 快去想办法 滚 是 小心点 慢点慢点 慢点 放下吧 哎 我来 啊 张老板 姑娘 我帮你把郎中给请来了 这位是吉人堂里最好的郎中了 哦哦 不敢不敢 嗯 这就是病人 啊 请 啊 大夫 怎么样啊 她 她没事吧 我开抵贴药 好好的养几日 会好起来的 只是这手臂 哎 算是彻底残废了 我的伤 是你治的吗 那时候你的伤太重了 如果不想办法 控制住你的血 恐怕会 我跟你说个秘密 我是仙女 哎 你怎么听到我是仙女 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天呐 你是仙女 我好好吃惊啊 我好好吃惊啊 我好想起来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不吃亏因为 我生长华 我太多了 你吃了